大家好,我们是秀世雅手工编织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开山的编织方法 无论是先编织衣服的整体部分 或者是先编织帽子的部分都是可以的 帽子编织完成之后 把它缝合在衣服领口上方 接下来我们先来学习帽子的编织方法 帽子起针64针 根据大小尺寸不同 帽子的起针所不同 我们根据表格上来编织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起针 大拇指和食指把线撑开 用到的是最基础的肠尾起针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按了这种肠尾起针方法 起针到64针 64针起针完成 起针完成之后 我们来进行第一行的编织 第一行全部编织正针 编织的第一针也是同样直过来 这里是起完针的第一行 全部编织正针 把64针编织完成 第一行编织完成 编织完成之后翻转织物编织第二行 第二行和第一行编织方法相同 全部编织正针 帽子的整体部分编织的是吹板针 正反两面全部编织正针 这里是帽子的第二行编织 这里第二行正针编织完成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 接下来我们编织第三行 编织第三行的时候 我们起针的这个短线头 在右手边 这一面是正面 翻过了这一面线头 在左手边 这一面是反面 接下来我们就重复 第一行和第二行的编织方法 正面反面全部编织正针 编织到17厘米 我们来进行 帽顶的收针方法 不加不减 编织到17厘米 17厘米编织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帽顶的收针 帽顶的收针 在中间的四针上面去收 一次收两针 总针起的是64针 去掉中间的四针 左右两边是30针 帽顶的收针 一次收两针 收三次 中间间隔六行 这里进行第一次帽顶的收针 先把边针30针支过来 这里到中间收针的位置 把记号扣写下来 第一针 拨针拨下 第二针支过来 把刚才拨针拨下来 把刚才挑针挑下来这一针 从上方拨收针 这里是收针第一针 第二针 把这个两针合并 这里帽顶的第一次收针完成 帽顶收针完成之后 把这一排编织完成 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编织六行 进行第二次帽顶收针 第一次减针到第二次减针 中间间隔三排出一板针 就是正面支三行 反面支三行支六行 进行第二次收针 第二次收针同样在中间点的位置 第二次收针和第一次收针不相同 第一次收针边针支到30针过来 第二次收针边针29针 好 这里到中间点收针的位置 把记号扣取下来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第二针支过来 把第一针挑过的这一针从上方 拨针拨下 从第二针的上方拨针拨下 再把第三针和第四针合并 这里第二针收针 这里第二次收针完成 把记号扣取下 下面做上记号 第二次收针完成之后 和第一行中间的距离相同 编织六行过来进行第三次收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行完成 这里六行编织完成 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来进行第三次收针 把编织过来 编织过来 之后把记号扣取下来 进行第三次收针 第一针挑下不支 第二针支过来 把第一针挑下的这一针 从上方拨针拨掉 拨针拨下去 第一针收针好 收针好之后进行收第二针 第二针收第二针的时候 把这个第三针和第四针合并 合并完成 交扣取下来 第三次收针完成 收针完成之后 把余下来的针所全部织完 织完之后再编织四行 四行编织完成之后 进行冒底的缝合 第三次收针完成之后 再接着编织四行 四行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把它平均的分在两根支针上 进行冒顶的缝合 这里是正面 正面放在里面 把交扣取下来 编织完之后 编织完之后 正面放在里面 对折 对折过来之后 我们拿出另外一根支针 上下各支一针过来 两针同时拖针 这里织好两针过来之后 把第一针从第二针上方 拨针拨下 三下各支一针过来 把第一针从第二针上方 拨针拨下 拨针 接下来就按照这种方法 把帽顶的位置收针完成 这里帽顶收针完成 收针完成之后 把多余的线给它修下来 把这剪下来的线头 沿到这个纹理隐藏起来 帽顶的部分收针完成 收针完成之后 把它翻过来 反面在里面 正面放在外面 接下来我们来挑针 编织帽颜的部分 这个是起针的短线头 我们调制帽顶的时候 我们调制帽顶的时候 调制帽顶的部分 两个鼓起来的小疙瘩中间的位置 是调整 短线头放在上方 压针压一下 在这两个疙瘩中间里面调整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种方法 挑到左手边边角的部分 这里帽顶的部分调整完成 调整完成之后 我们翻转制五 编织两行的单螺纹 两行单螺纹编织完成之后 进行收针 先制一针下针 线绕上来 织针由下往上传入 织上针 线绕下去 织下针 线绕上来 织针由下往上传入 织线带出 这是帽顶的编织方法 编织两行的单螺纹 接下来就按照这种编织方法 把帽顶编织两行 反面 反面一行 正面一行 编织两行 编织两行之后 我们进行帽顶的收针 这里第一行 单螺纹编织完成 翻转织五 编织第二行 这里把第二行的单螺纹编织完成 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来进行冒颜的收针 这里冒颜的第二行 单螺纹编织完成 翻转织五 进行收针 收针是单螺纹收针 上针之下针 下针之上针 在第一针是下针 之上针过来 脱针 把线换到下方 在第二针是上针 编织下针过来 把第一针 从第二针的上方 拨收掉 第三针是上针 先换上来 至上针 至上针 从反面 把第一针 从第二针 从第二针 拨收掉 第四针是上针 至下针 把第一针 从第二针 拨收掉 线换上针 先换上来 接下来我们就按了这种 单螺纹的收针方法 上针之下针 下针之上针 把冒盐的部分收针 把冒盐的部分收针完成 这里冒盐的部分收针完成 收针完成之后 我们把这个线头留长一点 等下来进行和衣领的缝合 这里帽子的整体部分编织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编织衣服的整体部分